我只是给小火龙取了个名字 竟成功与他完成了契约 不仅让他产生了进化 甚至还大大提升了自身的亲和力 而在这之前 我刚转生来到这个世界 就发现自己成为了幻想小说中的一名反派角色 并且还是第一幕就被主角斩杀的反派人物 韩诗河 一个无药可救的邪恶角色 此刻一阵尖叫声从不远处传来 而我很快就意识到 这里是黑魔法师们的所属设施 原主因拥有庞大魔力却无法使用魔法 所以导致在学院里饱受欺负 如今正是他选择黑化加入黑魔法师们的悲剧时刻 该死这下麻烦大了 而我很清楚加入黑魔法组织的流程 抽出加入者的血液后进行黑魔法试约 到时我将永远无法离开这里 并且一旦我加入这个黑魔法组织 那么将会遭遇主人公的毁灭打击 最终因此死去 正当我思考着应该如何离开这里时 下一秒 一道窗口提示赫然出现在我眼前 故事正在同化含试和视角 同化率百分之百 紧接着一道红色窗口弹出 请从黑魔法师们手中逃走 与此同时 前面带路的黑魔法师突然接到命令 地下室内似乎出了什么问题 我去确认一下 你就待在这里不要乱动 随后他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而我意识到这是个逃跑的好时机 于是便朝着地下有光的地方跑去 直到看到一扇被铁链锁住的大门 就在这时候方传来敌人的声音 听说地下三楼有个孩子逃走了 据说是阿尔丁学院的学生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才行 否则这里的秘密将会被泄露出去 就在敌人走后不久 此刻我正使出全力推着面前这扇大门 但却没有任何动静 这种时候就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了 据我所知韩诗和只是在白魔法方面没有天赋 虽然他体内拥有大量魔法 但却连自己都无法掌握 换句话说 只要我努力控制的话还是有希望的 于是我回想起小说中主角第一次学习魔法时的场景 将体内的魔力汇聚在指尖 下一秒 指尖一道魔法静止击打在锁链之上 但锁链却仍旧没有任何反应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缓缓出现在我身后 而当我抬头望去时 只见一只呆萌可爱的小火龙赫然出现在我眼前 并且他似乎非常喜欢我 不过龙的幼崽怎么会出现在这呢 要不试着利用一下这家伙的力量看看 与此同时前方传来一道提示 根据附身者的倾向数据产生同化 倾和力上升 可疑的哈茨林对你非常友好 是否进行契约 如果就像信息栏里那样 完全对前世的倾向进行同化了 那么驯服一只宠物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 毕竟前世的我就是一名训养师 只要使用几个手势和独门的记性 就能让他们对我产生信任 所以请相信我吧 下一秒 契约完成 只见小火龙忽然飘浮在空中 紧接着展开了一道华丽的魔法阵 这就契约成功了吗 算了试一试就知道 伴随着我心念一动 小火龙去把那只锁给拆掉 随后只见小火龙一记头锤便将锁链轻松砸断 真是辛苦你了小爬虫 接下来只要走出这里就行了 可就在这时 身后却传来数道脚步声 紧接着一道声音从我耳边响起 原来小老鼠躲到这来了 该死这下麻烦大了 我应该如何逃离这里 而我忽然想起一道魔法 烟雾 那是进入学院后学习的第一个护身魔法 是一种幻化烟雾的隐身魔法 因为是基础魔法 所以就算是对操控毫无天赋的我也能使 伴随着我心念一动 想象着一种白雾将整个山洞填满的感觉 下一秒 一股烟雾便在四周缓缓散开 正当我准备趁机逃走时 此刻一道黑暗魔法一把掐住了我 紧接着将我狠狠甩在了地上 该死 难道我就要葬身于此了吗 在我的记忆中 没有任何魔法可以摆脱黑魔法 那么如今唯一的变数就只剩下小火龙吗 如果你想跟我一起离开这里的话 那就帮帮我吧 下一秒 只见小火龙的眼神瞬间变得犀利 紧接着一发龙之吐息静止喷向敌人 当场将它们燃烧殆尽 而我也因此得久 没想到这小家伙真的做到 我会履行约定带你离开这里的 画面一转 我带着小火龙在沙漠里徒步了一个多小时 最终在花费了一张学院补助卡情况下 我们搭上了前往城里的马车 而当马夫问起我想去哪时 我却陷入了纠结 如果被黑魔法师抓到了 下场肯定很惨 如今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虽然学院里想要杀我的人也很多 但那里是目前来说最安全的地方 这本小说的舞台 请带我前往阿尔丁学院 画面一转 此刻阿尔丁学院二年级助理教授赛伦 正跟学生们热情地打着招呼 可当我出现在他眼前时 他却是一副无比嫌弃的神情 学院里怎么会有如此邋遢的学生 原来是那个空有魔力 却无法使用魔法的寒天盒 如果是其他学生 我可能还会计较一下 不过对于这种垫底的学生 完全没必要费那么多心思 而且这家伙太阴沉了 听说他对黑魔法很感兴趣 还是传闻中会抱着诅咒人偶的奇怪家伙 此刻只见他缓缓朝我说道 快进去吧 当然 我对此表示非常感谢 而赛伦却是呆愣在了原地 这家伙升到二年级之后 性格似乎改变了不少 画面一转 此刻人们都在对我议论纷纷 这家伙还是这么阴沉 那家伙不是一个吊车尾吗 难道想靠着麦可怜来升学吗 而我丝毫不在意众人的意义 毕竟我需要靠自己的力量 从这个幻想小说中生存下去 首先为了生存下去 我必须要做到两件事情 第一便是安静地在这生存下去 无能的三流反派角色 会被主角们残忍折磨致死 小说中并没有写出 韩世和的具体死因 所以我并不知道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才会导致这种下场 为此我必须小心翼翼等活下去 第二则是平安无事地 从学院里毕业 毕竟在这个世界也是要生活的 虽然韩世和的家庭非常富裕 但目前家族已经 把他放弃得差不多了 所以学院的毕业证 反而会是更加稳妥的养老保障 就这么将导致 韩世和死亡的行为全部卡密 就在这时 只见格林特教授 缓缓出现在众人眼前 此刻所有人都感到无比震惊 毕竟格林特教授的考试 可不是开玩笑的 就连身为主角的李韩 都要花费不少力气 而在这时只见他缓缓开口说道 这一届二年级学生资质都非常不错 有些同学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 那是自然 毕竟这部小说中的主要角色 就是二年级学生 不过这也意味着 我的处境会变得更加危险 阿尔丁学院的学生 在读年龄在14岁到19岁之间 学院以拥有六个强度极高的课程而闻名 并且这里的学生们 都拥有很强的竞争意识 其中这里能以有效成绩毕业的人数 只占10%左右 而我很是苦恼 我到底应该用什么方式 才能和主角们竞争呢 原作中韩世和是因为学习了黑魔法 才快速成长起来 但目前这个办法肯定是行不通了 就在这时教授的声音忽然响起 从二年级开始 没有才能的同学就不能一起学习 这句话就好像是针对着我说的一样 那么现在开始公布开学考试相关规则 下一秒 只见一道窗口提示出现在我眼前 以过去一年里学习到的内容为基础 自由选择比试或者实战考核 没想到居然还可以自由选择考试了 不过格林特教授的考试 应该不会这么简单才能 果不其然 随后教授便解释起了具体规则 每个科目的考试人数都是有限制 并且需要按顺序进行挑选 科目选择的顺序则是随机 没想到决定考试的方式居然用抽签决定 那么接下来由我抽出第一位决定考试科目的同学 而我却表现得有些担心 现在我在魔法方面完全就是门外喊 所以想要选到能够通过的科目 我就必须尽可能抽到前面才行 就在这时只听教授的声音响起 第一个选择科目的是 韩诗和同学 学院天才都无法驯服的猎犬 却在我的手里表现得无比顺从 就连他都感到非常疑惑 一个连最低级史莱姆都无法驯服的家伙 是如何驯服这种高级猎犬的呢 就在教授喊出我的名字之后 此刻我正在挑选着考试科目 最终我跳过了实战科目 以及原作中从未出现过的科目 选择了数理学与数式研究 见此在场众人纷纷开始议论起来 这家伙居然选择了最难的科目 而我却表现得毫不在意 毕竟我早就不是原来的韩诗和 如今还是赶紧选好剩下的两个科目吧 就在这时 只见一个科目吸引了我的注意 也许我可以试试这个 画面一转 我来到了学院的图书馆内 在穿越到这之前 我曾是一名实习兽医 所以我选择了三门与兽医学相似的科目 首先数理学与数式研究 是这个世界专属的数理解法 但用我所知的数学公式也能完全代理 接下来便是怪物解剖学 以及基础计识和行动学总论 虽然还是有些担心 但这家伙应该在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的 此刻只见我一把将它按回了包内 毕竟连魔法都不会使用的韩诗和 突然契约了一只魔兽 可是会引起别人注意 片刻之后 我来到了阿尔丁学院地下训练专用副本 当我准备进入副本时我才想起 自己还没给小火龙取名字呢 要不就叫做巴萨勒斯吧 看起来他还挺喜欢这个名字的 那这里就登记为巴萨勒斯了 每间实验场之多可以进入两名 现在里面已经有一位了 随后在挑选完武器之后 我便带着巴萨勒斯进入了副本内部 画面一转 此刻我望着里面的场景感到无比震惊 这质量真是太高了 那些好像就是史莱姆吧 看起来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 这些家伙交给你应该不成问题吧 不到片刻 巴萨勒斯便将面前的史莱姆啃食殆尽 既然如此 那我也是时候该训练一下自己了 就在这时 只见身后一只史莱姆猛然朝我发起了进攻 于是我迅速抬起盾牌将其抵挡下来 该死这数量也太多了吧 巴萨勒斯你已经热身完毕了吧 就让我们一鼓作气将它们全部消灭干净吧 下一秒 只见一发强大的龙之吐息瞬间喷出 当场便将面前的史莱姆燃烧殆尽 半天过后 我和巴萨勒斯终于力竭摊倒在了地上 这下终于把周围的史莱姆都消灭干净 不过话说回来 这小家伙还是挺有用的 就在这时 一旁传来的动静引起了我的注意 而当我探出脑袋看去时 只见一名学生正被眼前的猎犬气得不轻 那应该是赫尔哈恩德吧 在我的印象中 这家伙应该不是这么训养的才对 与此同时 只见赫尔哈恩德忽然朝着前方奔去 片刻之后 他看着眼前的一切睁大了双眼 只见赫尔哈恩德正乖巧地坐在我的身旁 这家伙好像是二年级的韩世河 此刻我缓缓开口说道 赫尔哈恩德可不是你那样训练的 你一直冲他发火 要是主人这样的话 那么他的情绪也会被带动起来 闻此他当场愣住 那个韩世河居然在叫我怎么训兽吗 身为阿尔丁学院中最出色的魔法是阿戴勒 尽管因为出生平民导致其优秀的才能也遭到了忽视 但是从未有人打败过他 然而因为开学考试时抽签的缘故 导致他抽到了他最弱势的科目 基础训兽学 可在他的印象中 韩世河是一个连史莱姆都无法驯服的家伙 而且传闻中他喜欢研究黑魔法 性格也极其阴沉 但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赫尔哈恩德居然会变得这么乖巧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很简单 他现在已经安静下来 你可以试着抱抱他 果不其然现在的赫尔哈恩德变得不再暴躁 而我很是不解 为何你一定要选择这只魔兽呢 毕竟第一次驯服这种魔兽难度可是很高的 文子他当即表示 驯服高难度的魔兽能够获得更高的分数 原来如此 我还以为你就喜欢追着狗到处跑呢 与此同时 阿戴勒注意到我手上的魔兽 才二年级就已经驯服了龙族吗 这和我所认识的还适合 简直就是判若两人了 画面一转 我带着他来到了刚才训练的地区 没想到这群史莱姆又刷新出来了 当然 毕竟这里可是训练场啊 就在这时 只见那群史莱姆猛然朝我们发起了进攻 于是阿戴勒迅速挥出一剑 无比强大的剑气当场便将面前的史莱姆消灭得一干二净 这可真是太厉害 与此同时 一只偷袭的史莱姆被我使用魔法当场消灭 而阿戴勒却表现得无比震惊 这种魔法的命中率可不是新手能够打出来的 这家伙到底是谁 就在这时 整个训练场内突然暗淡下来 训练场上还有这种装置吗 另一边 一颗水晶检测到了副本内部出现的一样 地下副本初级训练场出现了问题 现在有谁还在副本里面 韩世和以及阿戴勒同学 韩世和吗 阿戴勒同学还不好说 可韩世和那边估计已经迟了 毫无才能的他 根本无法在出错的副本中生存下来 我只是通过了最基础的入学考试 可结果却把在场众人全都吓了一跳 一个连最低级史莱姆都无法驯服的家伙 居然在训练考试中拿到了史无前例的S级评分 并且还独自战胜了三级法师都难以应付的魔手 就在副本出现问题之后 此刻学长一脸严肃地说道 韩世和同学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还是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吧 与此同时 面对源源不断出现的史莱姆 此刻两人多少有些烦躁不安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他的训练实力不怎么样 但对于土魔法的操控堪称专业 难道这家伙就是将来会成为大魔法师的土魔法师 阿黛勒吗 不过我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 那种级别的人物怎么可能出现在初级训练场 而且最关键的是 他和原作描写中非常不同 看上去是很乖巧的类型 此刻只见他缓缓开口说道 你不去站道 站在这里一脸思考的模样是怎么回事 我只是在计算时间罢了 从进入副本至今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 难道外面的人不知道我们被困住了吗 而阿黛勒则解释道 副本内的时间流速比外面要快上不少 现在外面也才仅仅过去半个小时 原来如此 那这意味着我们至少还要坚持几个小时 但按照如今的情况看来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不过我还是想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 随后我示意阿黛勒跟上自己的脚步 一会你负责不要让史莱姆靠近这里 帮我争取一点时间就行 要是我耗尽了魔力你还没有解决史莱姆的话 你就死定了 果然他的性格不坏 所以他应该不会是那个冷酷无情的阿黛勒 此刻只见我对着小火龙缓缓说道 你就放心好了 我已经全部都计划好了 原作中也曾出现过处理错误副本的场景 那是一段为了展现主人公李涵和韩世河之间 能力差异的小插曲 在那段剧情里 韩世河使用了一招令人叹为观止的办法 巴萨将这种树藤全部收集起来给我 与此同时 阿黛勒的魔力已然全部消耗完毕 而我也在这时建立起了一道屏障 方法非常简单 修建好防御墙 然后击杀外面的怪物 但之前的韩世河却因为忽略了两件事 所以才导致了这个办法没有任何效果 那便是火焰以及魔力增幅 不过现在的我已经具备了克服这两项问题的能力 下一秒 只见我使用魔法召唤出了魔法弓箭 接下来只需要和巴萨的火焰搭配时 就能将所有史莱姆燃烧殆尽 伴随着我抬手一挥 只见漫天火焰如同烟火一般 纷纷朝着周围的史莱姆吸去 不到片刻 在场所有的史莱姆便被全部消灭干净 原理非常简单 史莱姆的毒和火焰接触时就会发生反应 而这些树藤刚好可以阻断火势的蔓延 在周围被烧干净前 我们就在这休息一下吧 此刻阿黛勒陷入了沉思 怎么偏偏是被那个韩世河救了下来 那些学院里的贵族对我这种平民的死 我完全不在乎 难道他有什么别的企图吗 而我很是好奇 你这么看着我 是想感谢我吗 当然 毕竟这可是救命之恩啊 这可正合我 那你就帮我一个忙吧 麻烦请对这里发生的事情保密 包括帮你驯服赫尔哈恩德这件事在内 把我的实力当做一个秘密保守下去 随后我捡起了掉落地上的金服 片刻之后 教授们急匆匆赶到了这里 而出于安抚目的 学校决定给在副本中 没有受到伤害的学生一些奖励 于是我便被叫到了校长室内 与此同时 我查看起了小火龙的状态窗袍 可以看到由于在副本内 多次使用了火焰喷射 所以火焰喷射的等级提升了不少 而且还获得了毒素抵抗技能 虽然我不知道黑魔法 增长速度和魔力总量都远远超过了一只高级魔兽 不过既然已经和我契约 那么我就好好培养它吧 随后我将史莱姆的金盒拿了出来 只要吃下这个你就能够获得不小的提升 就是味道确实不怎么样 下一秒 只见小火龙的魔力数值得到了增长 史莱姆金盒可以快速提升使用者的实力 也许是察觉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 此刻只见小火龙开始狼村鼓咽起来 看起来想要变强的本能已经战胜了食用 望着不断提升的数值 我的内心别提有多开心啊 就在这时 只见阿代勒匆匆找到了我 你怎么把消灭史莱姆的功劳全推给了我 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奖励吗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事呢 其实我对奖励不感兴趣 毕竟跟那点奖励相比 还是命比较重要 我可不想因为这件事出名 不过话说回来 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我叫阿代勒 阿代勒斯提菲尔 文词我当场实话 这家伙居然就是阿代勒 原作中学院排名第三的平民大魔法师 是将韩诗和埋在地底的主要角色 未来就是他将我击杀的 该死这下麻烦大了 就在这时 阿代勒却有些疑惑地问道 你来校长是都不打扮一下吗 你看你一副邋里邋遢的模样 任谁看了都会觉得你很阴沉吧 那就先把头发理一下吧 隔天我来到了学院演讲室内 此刻众人正在议论纷纷 那家伙是韩诗和吧 今天跟以前相比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就在这时 一位红发男子却突然调侃起我来 而我忽然想起他是平民出身的克里 以前上学时就没少欺负过我 此刻面对他的调侃 我却选择了无事 要说我凭什么会这么有底气 那完全是因为有了巴萨勒斯 与此同时 所有人都感到无比震惊 这好像是龙族吧 而克里很是疑惑 你不是被赶出家族了吗 怎么还养得起龙族 闻此我则是轻蔑一笑 平民就是平民 没有契约的话 这条龙会这么乖巧地待在我身边吗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他会咬你吧 算了毕竟我也不是没有道德的人 如果你不服气的话 那我们就打一架吧 就让我们看看 开学考试谁的成绩更胜一筹吧 片刻之后我离开了演讲室内 前世我也曾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人 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就是用成绩打败他们 与此同时一旁黄发男喊住了我 听说你跟克里进行了打赌 真是太不自量力了 而我忽然想起 这家伙叫做帕菲安德埃德尔 是小说中欺软怕硬的恶劣皇族 换句话说 这家伙就是原作中欺负韩世和的罪魁祸首 巴萨 这次你真的可以上去咬他了 下一秒 只见巴萨静止朝他扑去 画面一转 此刻两人正待在训练室内 而阿黛勒很是不解 再怎么说对皇族动手是不是不太好 不过至少你的行为让我舒服了不少 你可真是太冲动了 如果不是有我帮忙 你应该怎么赢下他们呢 不过不用担心 只要你能够赢过我 那你就有办法打败克里了 当然 我今天可不会像昨天那样被轻易打飞了 随后在两人的魔法队练下 我和阿黛勒的队练特训也迎来了结束 画面一转 时间很快便来到了开学考试当天 阿黛勒同学以一级评分通过训兽考试 没想到阿黛勒第一次训兽就这么有天赋 不愧是原作中的主要角色 下一位 韩世科同学 开学考试的训兽科目考试 是在一个魔法空间里进行的 他们会安排一个 和训化魔兽等级相当的魔兽幻影进行对战 战斗胜利就算通过考试 与此同时 我缓缓走进了C号房间 下一秒 只见一只巨大的魔兽赫然出现在我眼前 等等 这难道是埃德泰恩吗 埃德泰恩是李涵在三年级时遇到的第一个蛇形魔兽 和小说中描写的 巨大体型带来的危机感完全一致 此刻只见我朝着小火龙缓缓说道 不用担心 吃完史莱姆金河的你已经变得十分强大 所以就挑战一下吧 蛇的弱点通常都是眼睛 我会用魔力吸引他的注意 而你利用视觉盲去靠近他 然后使用火焰喷射 伴随着巨蛇轰然瘫倒在地上 考试终于迎来了结束 与此同时 待在一旁的众人全都感到无比震惊 这可是三级魔法师对上他都会非常棘手的上金魔兽 原本应该终止考试的 但没想到我居然这么轻易地将他击杀 韩诗科同学 12分36秒结束战斗 获得S级评分 我只是完成了入学前的分班测试 却震惊了全场众人 就连校长都露出了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 这种阴沉的家伙 不是应该被分配到黑暗魔法的降临科吗 为什么他会被分配到人才几几的魔法科呢 就在开学考试结束之后 此刻阿戴勒感到非常惊讶 没想到你的训兽学居然得到了S级的评分 光看分数你已经是排名第一的存在 而我则对此做出回应 当然 多亏了有你的帮助 不过其实我是想把成绩控制在全校第15 没想到结果会演变成这样 随后从两人的交谈中了解到 阿戴勒在数理学考试中遇到了一道不会的评 不过除了那道题之外 他全都解出来了 而那道题正是第27题的魔法阵 文辞我当即感到有些差异 因为那道题我觉得非常简单 下一秒 只见阿戴勒瞬间睁大了双眼 这根本不可能吧 那可是我唯一一道不会做的题目 文辞我当场呆愣在了原地 那道题有那么难吗 我可是非常认真的解开了那道题啊 与此同时 塞伦找到了教授 他表示数理学考试中的第27题 全校只有一人正确地解了出来 而教授很是疑惑 二年级的他们不应该能解出来才对 因为这是我故意设下的难题 所以是谁答对了这道题吗 是韩世和同学 我看了一下除了27题以外 其他题目的答案都是他故意填错的 也许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 所以才答对了这道最难的题目 此刻只见教授喃喃自语道 韩世和同学吗 我记得他在这次训授考试里 已经崭露头角 看起来以后有必要多关注一下他 隔天 二年级开学考试的成绩便被公布了出来 克里的排名和往常一样都是第32名 而我的排名则上升到了第11名 随后我便找到了克里 接下来你跟着我走 画面一转 此刻我朝着克里询问 你知道一加一等于几吗 当然是二啊 回答错误 是十一才对 闻此克里当即感到无比愤怒 与此同时 我当即便给他脑门上来了一记弹指 待会到地下废弃的社团教室里 我有件事需要你去干 画面一转 此刻克里很是疑惑 你到底把我喊来这里干嘛 难不成你真想按照约定去全校师生面前丢脸吗 所以你想让我做些什么呢 你应该知道我的父亲是谁吧 当然阿尔丁帝国的开国功臣 在黑魔法师战乱中将黑魔法师斩杀殆尽的血之伯爵 韩太修 果然真是那个家伙吗 我记得你的人脉应该很广吧 帮我散播一些传言出去 随后我便将内容告诉他 尽快让学院里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而他却感到无比震惊 这家伙到底在耍什么把戏 另一边 伯爵收到了阿尔丁学院传来的关于我的消息 所以他过得怎么样了 那个让我失望不已的小儿子 此刻只见管家缓缓说道 因为伯爵断绝了对他的资助 所以导致他几乎每天都饿着肚子 这样也好 想要让他意识到错误这点苦还是要吃的 如果他下次敢在我面前再提起黑魔法的话 就算是我的儿子也照纱布 此刻只见管家接着说道 少爷这次似乎已经好好反省 并且在开学考试中得到了第11名的成绩 闻此伯爵当即呆愣在了原地 而且他最近的风评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结合阿尔丁学院里近期的传言来看 少爷似乎变得温柔了不少 此刻伯爵露出了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 这家伙不会是抓了某个平民 帮他传出这个奇怪的传闻吧 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 少爷的确做出了改变 一直以来为了让我放弃黑魔法 父亲做出了许多努力 这家伙终于下定决心改变了 反正能够继承卡斯蒂卡领地的也只有他 这算是个好消息了 如果这次晋升仪式上他能够被安排进魔法科的话 那就重新恢复对他的所有财政支援 画面一转 此刻我望着存折上的余额感到无比震惊 听说父亲看在这次考试成绩的份上 恢复了我一部分的额度 而这些额度已经足够我潇洒过完一整个学期了 果然韩太修伯爵是个非常重视名誉的家伙 肯定是克利的传言起到了作用 就在这时 地旁的阿黛勒示意我尽快前往教室 因为晋升仪式即将开始 在阿尔丁学院进入二年级后 就会根据各自的成绩分配到相应的学科 如果对魔法技能掌握比较全面的话 就会进入实战机会更多的魔法科 将研究和实验等学科性要素 与魔法进行结合的自然学科 以及能够将魔法用于语言和占卜的神学科 最后一个便是可以在阿尔丁帝国 合法研究黑魔法并且对战斗魔法特性化的降临科 片刻之后晋升仪式正式开始 被叫到名字的同学请到讲台上来 把手放在魔法头子上面 魔法头子拥有强大的探知能力 可以帮人选择合适专业的魔法道具 原作中的韩世和被理所当然的安排进了降临科 虽然实现了将同学踩在脚下的想法 但最终还是死在了主角手中 而我很是好奇 这次头子还会给出相同的答案吗 就在这时 晋级考试获得第一的李涵率先被叫到了台上 同时他也是原作中的主人公 此刻伴随着他伸出左手 下一秒 一股耀眼的光芒闪波 李涵被分配到魔法科 下一个 索里亚同学 原作中被称为光之魔法师的家伙 不仅是天才中的天才 还是主角手下最亲力的帮手 结果同样 他也被安排进了魔法科 片刻之后 终于轮到我进行测试了 而我深知 三年后将灵科的黑魔法师们汇聚在一起 占了阿尔丁学院 最后所有人都被主角团们斩杀 所以我只要不是被分配到将灵科就好 伴随着一阵光芒闪波 此刻校长露出了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 韩诗和同学 分入魔法科 与此同时 在场众人全都纷纷开始议论起来 那种阴沉的家伙怎么没有分配到将灵科呢 而阿代勒则对我表示祝福 恭喜你啊 韩诗和 阿代勒瞬间小脸一红 而我很是接受不了 毕竟阿代勒跟原作中的他相比起来 性格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就在这时 地旁的李涵却朝我缓缓开口说道 欢迎你 听说你也被安排进了魔法科 而我很是不解 这家伙为何会向我示好呢 此刻只见他朝我伸出右手 以后就请多多关照了 当然 这边才是请你多多关照 而他很是好奇 我听说你曾经被关在了副本 我还觉得你挺不可思议的 即便和阿代勒一起 普通学生也很难 从出现错误的副本中存活下来才对 我一直很好奇 你到底使用了什么魔法 文词我当即冒出了一身冷汗 就连教授都被我们蒙混过去 这家伙是怎么知道的 李涵这个人心思缜密到 让人根本无法读懂 有着极其强大人脉 小说主角般的人设 简单来说 只要他觉得邪恶的东西 就必须消灭点 难道这家伙已经把我 当作需要铲除的黑魔法师了吗